嗨 你们好 我是Tim 维生Solution的NLP导师 今天非常开心 又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 NLP里面的一些技巧 和它的原理在哪里 然后它如何帮助我们 那么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在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包括你自己 有时候你是处于一个 非常主动的位置 不管身边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是很正能量的 非常正面的 看事情你懂得 是从一个很好的角度 然后你一件事情发生过后 你就会用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解决它 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是想法 我们会埋怨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自己 放在一个属于 一个受害者的角度 我觉得今天我被人家欺负了 因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让我今天感觉到不开心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么其实这个状况 在我们英国的角度 或者在心理学那一方面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是叫着因跟果 原因的因跟一个果 那么通常 有时候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它好像是佛教的思想 那其实在这里的想法 并不是那个佛教的因跟果 那么当然它也是类似 中间这个那个VS 就是一个对比 一个对比 英文里面是一个对比的意思 那么它的意思是讲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处于在因 还是我们是处于在果 在果的那一方面 很多时候当我们处于在果 那么我们就会在那个 在那个状态之下呢 我们寻找很多的理由 我今天我做不到某件事情 因为我有很多理由 那么我也是主要一个受害者 受害者的心态 那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办法去跑步 去运动 去打我喜欢打的羽毛球 那今天是星期四 那每一个星期四呢 我就会跟我的朋友 一起打羽球 那么我已经没有打五四过天了 那么我可以不可以去埋怨 我可以不可以去发脾气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打 我喜欢打的羽毛球 那么当然你跟我都一样 都是所在家里 那么很快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功能 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恢复 像晚常这样子 我们的生活如何 我们就开始做 我们喜欢做的东西了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是否是把自己 放在一个受害者 一直在替我们自己找理由 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 找理由 还是相反的 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是处理在一个因的状态 这个因的状态 Steven Kowe 七个最有效率的人 习惯的生活呢 其中一个 第一个是说我们要主动 我们主动于是 属于比较正面的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就在想 假如我在MCO的实验里面 我没办法打羽毛 那么我没办法跑步 我没办法去做健身 那么我要做什么 我要怎样把这个MCO 这一段时间来做好它 时间没有百倍的浪费 是不是我们要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替代我们没办法去工作 那么其实没有就去工作 也是一个很好的祝福 如果我们从中改变我们的想法 和改变我们的做法 那么处于因的话呢 我们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就是处于一个成果的状态 我们专注于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要什么结果 那么我就是要拿起这个责任 专心的去把我要达到的目标 把它做出来 而不是告诉我们 我有很多理由 我有很多别人的错误 让我进入我做不到 那么当我们明摆这样子的一个因跟果 对比的一个心理的知识来说 我们可以定用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层面 包括我们是在做生活 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甚至在家庭哪里的层面都好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一场球我打得不好 是什么问题 我如何要改进 如果用这样的想法去看 那些一场打球失败的状况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因 我们就在寻找我们如何去变得更好 那一种的状态当中 而不是在埋怨 埋怨我的partner 我叫你一个人来杀球 你又不要杀球 你又哪来放球 前面那个网要挑 为什么你哪来放前面 这样子做一种的状况 其实就造成更多的误会 更多的没有用的一个火销 如果是在这样子 一直在埋怨我们的 埋怨我们的那个打球的棒 有有伙伴 然后下一场去我们如何打 等一下出来见面的时候就披止的埋怨 然后见到面就是脸黑脸 没有意思的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在打羽毛球里面 很多或者是其他球类运动 是需要这个团队的 和谐是非常的重要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 把这个因和果的解释 解释出来给你们听了 那么我相信你们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那当然今天也是魏塞节 那么我就祝福福建下信奉福教的人 魏塞节快乐 那么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 和和平平 那么世界也更加的和平和健康 那么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 这个因果是从NLP心理学的角度 来替大家解释 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 那么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都在听我的视频 那么我相信这个视频一路做下去 一定会让你们从中得到许多的帮助 谢谢你们 我是Tim NLP的导致维持组优先 谢谢大家 我正在说 我应该应该怎么办 也很。 我应该怎么办 这